中共对台湾打压不断 无论近期阻挠台湾加入WHA 或在海外分化统战侨团 挖角台湾友邦 立法院外委会邀请外交 乔务等官员 报告中共统战对台影响 中共的中央统一战略工作部 吸收海外的华人 以及华人团体 为其工作 利用附属组织针对外国个人 以及国家展开拉拢 以及渗透的行动 对象包括外国政治人物 政党 商人 学者 学生 以及大众等等 他们的方法主要是以金钱的力量 来消除对中共的负面批评 甚至附和中共的立场 削弱国际有我的力量 使他们成为中共的协力者 乔委会列举中共劣迹 从渗透干预侨团运作 移除中华民国国旗 到宇文学校周边出现 中共海外警察站 甚至校长个人电子装置遭害 中共一直在干预 这个社团的运作 然后借由人数的优势 来进入相关的乔社团体 然后借所谓的量变 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民主投票的程序 来掌控社团的主导权 国安局示警 中共扩大海外统战工作 建立代理机构掩护 也打压海外异议人士 中共在海外建立 警桥驿站 就是警桥服务站 基金会 商业协会 孔子学院文化中心 统促会 桥社等代理机构 甚至在驻外的管处 增设领事 志工等职务 渗透各国社会基层 灌输 亲中的意识 并借机 锁定及打压 反中的意义人士 台湾巩固邦招 强化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 加强反中共认知作战 让友邦了解中共背信的风险 以及利用贪腐官员 败坏政府治理的伎俩 不要让中共图谋轻易得选 新唐人电视胡宗汉 刘兹营 台湾推报导